大家好,这里是穷车给予,一个旅不开闲的频道 在世界货币史上,有一个极其经典,经典到我可以说是奇葩的案例 就是南非国家星巴威 在充满粮食不足的非洲大陆上 星巴威曾经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号,叫做非洲面包栏 当年是玉米、棉花、牛肉等商品的进出口国 除了农产品外,星巴威还以黄金和钻石矿场自豪 丰饶的自然资源提供他们强大的经济发展基础 1980年代,星巴威的币值比美元还高 当时一美元只能换到0.65星巴威元 1990年代更一度是非洲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 但悲惨的事情发生了 2000年之后,星巴威像是换了一个国家 通膨率疯狂飙升,出现许多难以想象的数字 像是2006年通膨率1730% 2007年11000% 2008年7月通膨率达到2.3亿亿% 看一下正常国家美国 光是今年9月通膨率5.4%就是13年来新高了 星巴威到了这个地步 基本上已经是放弃治疗 政府暂停公布经济数据 还因为货币不值钱 只能不断发行超级大面额钞票 像是5亿,10亿,甚至100兆 外界很难想象 这种加加九十的财政 会是当年那个满怀希望的非洲国家 刚才说,1980年代 星巴威元比美元还贵 但后来星巴威震惊全球的100兆钞票 实际价值只有0.25美元 大概能买到一两颗鸡蛋 到底星巴威是怎么搞出如此荒谬的状况 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起 在古老的年代 大约是11世纪开始 星巴威所在的地区就是非洲的贸易总镇 当地生产黄金、象牙和铜矿 跟波斯湾地区交易布料和玻璃 15世纪时已经是非洲南部最大邦国 很快的来到殖民时代 英国人先是向当地的国王取得采矿权 接着英属南非公司取得领土权 甚至在1895年建立殖民国家罗德西亚 这是一段悲伤的历史 当地人多次跟英国人开战 埋下非洲人对白人的深层怨恨 1910年代 罗德西亚分裂成北河南两个国家 其中的南罗德西亚就是今天的星巴威 分裂后 他们成了英属自治殖民地 这段期间当地的白人移民越来越多 经济结构也逐渐从只有依赖农产品和原物料 渐渐成长出制造业 替星巴威之后的经济打下良好基础 虽然经济发展好 但种族之间的隔阂难平 白人政权很难在这块大路上得到人民的支持 终于在反抗势力的武装运动下 白人政府被迫跟黑人团体签订协约 1980年举行当地第一次民主选举 一个叫做穆加比的男人站上历史的舞台 他的波折命运跟星巴威的国运绑在一起 成为现代历史上最有争议的政治人物之一 而星巴威诡异的货币波动 跟穆加比的市政有绝对的关系 相信不少人对穆加比的印象 可能是星巴威政治强人 或者独裁的恶主 甚至是他当年不小心跌倒时 疯传全球的迷因 但早年的穆加比形象没有那么复杂 对非洲人来说 他曾经是民主解放的英雄 年轻时穆加比相当有才华 大学主修历史和英国文学 被归类为黑人中的精英阶层 毕业后他在学校当老师 但满怀理想的他不只想要教育下一代 而是要改变整个国家 于是他参与政治运动 领导民众反对英国殖民统治 甚至因此被殖民当局针对 在监狱里度过漫长的11年 1970年出狱后 穆加比继续参与独立运动 终于在1980年以民族英雄的姿态 掌握星巴威的政治大权 最初他推动的治理方式是所谓的社团主义 以及政府管理经济模式 也就是精英式的政治 加上不完全自由的市场 不过从历史资料来看 穆加比推行的经济措施是蛮贴近民意的 像是规定最低薪资 保障劳工受雇的权利 大幅提升教育和医疗体系 但可想而知 政府支出也因此暴增 刚才提到 穆加比接手时的星巴威 经济结构算是相当不错 因此第一代星巴威币推出时 币值跟美元相当 甚至比美元还贵 但穆加比政府的经济政策却带来隐忧 首先公共支出暴增 导致财政上的赤字 其次 政府为了掌控权力 出手压制新一代商业阶层的兴起 最后一个隐忧跟政府比较无关 但影响力巨大 就是穆加比除了接收良好的产业结构 同时却也承担一笔高额贷款 为了处理财政赤字 穆加比政府在1990年代 紧缩公共开支 但因为经济结构已经受到破坏 开支已缩减反而造成社会动乱 同时在经济环境转差 竞争却又加剧的情况下 制造业出现倒闭潮 眼见明星事变 穆加比为了巩固政权 决定从种族议题下手 最好的目标莫过于国内的白人 他们只占不到5%的人数 却拥有70%的土地 一场资源重新分配 可以预期能提升民意 但却成为新巴威经济重盛转衰的分水令 穆加比当时推动非常激烈的土地改革 先是宣称白人拥有的土地 是来自于殖民时代的不当得利 因此必须没收 没收后分配给黑人族群 没收的手段基本上跟法律无关 而是暴力 有农场主曾经透露 2001年7月 有大概50人前往他的土地 他们有三名官员领导 一到现场就开始调查农场主的财产 并开始破坏农作物 殴打农场工人 农场主跟他们对抗了6个月 有一天四辆卡车抵达农场 里面的人自称是民兵 他们用铁棍和斧头 把农场主砍成重伤 成功收回土地 而且这已经算是好运了 不少白人农场主不止失去土地 还失去生命 这场事件背后的意识形态很难讨论 殖民的历史的确造成伤痛 但激烈的手段却出现严重后果 不只是重新分配后的田地产值下滑 星巴威引以为傲的农产品优势就此消失 同时对白人的敌意行为 也挑动西方国家的敏感神经 多个西方国家对星巴威祭出制裁 国际组织也停止援助计划 还记得刚才说过 星巴威的财政辞职严重 还背负大量债务吗 眼见似乎走投无路 又不愿放下手中权利的穆加比政府 终究选择了一条不该选的路 就是印钞 从2000年后 踏上印钞之路开始 星巴威就此进入货币贬值和恶性同胞的梦魇 2006年 星巴威元兑美元是50万比1 很快的变成100亿比1 2009年是300兆比1 从钞票币值来看 独立支出 星巴威元最高币值是20元 但2008年钞票分别是5亿 10亿 50亿和100亿 政府眼见不对 当年直接发行新的星巴威元 100亿旧钞可以换到亿元新钞 但很快的 100兆免额的新钞就稳死了 成了国际上的笑柄 当时的星巴威人 必须带一大堆钱上街买东西 而且如果没买到 可能就要面临大涨价 当地媒体曾经报道 一条面包在一夜之间 就从200万涨到3500万星巴威元 走到这步 政府只好宣布采用美元 直到2019年 才有发行新的星巴威元 今年星巴威发行新的紫钞 面额50元 是目前最高的面额 但只有价值0.6美元 至于通膨率方面 去年是800% 今年趋缓至不到100% 但剧烈的起伏 让外界很难乐观看待 该国的未来经济 而从民族英雄 倒把国家退入深渊的穆加比 在2017年下台 掌权时间超过30年 并在2019年过世 他曾经认为 星巴威的经济衰退 是因为遭到西方制裁 但从西方角度来说 是因为穆加比的独裁 以及不当的经济政策 双方最大的冲突点 就是在土地改革 从殖民的历史可以理解 把土地从白人转移到黑人手上 纵然有法令程序上的争议 但或许也有正义的理由 和解不必然是正确的解答 但真正的问题在于 一般黑人并没有享受到这个政策 真正的受益者是官员和穆加比的情形 他们没有管理上的专业和技术 结果造成实际上的巨大伤害 在2000年以前 星巴威玉米产量一年超过150万吨 但2000年后只剩下50万吨 小麦和烟草也出现类似状况 对很多星巴威人来说 过去这30多年有如一场离奇的梦 他们曾经有一个英雄 但也活生生体验到快速崩坏的生活 目前星巴威的经济前景 虽然仍是迷雾重重 不过也慢慢传出一些好消息 期待他们能快速重回正轨 好了 这集的穷奢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 聊聊你们的想法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赞好和分享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